大家好,我是劉榮跟朱塞 來聽我說,沒得只有故事 星座這樣的議題一直是許多朋友經常在討論這個話題 那蛇星座裡面又有分為四大象限 那每個星座跟每個象限他們都有它屬於各自獨特的一個特色跟風格 那今天劉榮所在分享 關於不同的象限適合搭配什麼樣補曉球 Maybe 之後你在約會的時候也可以派上用場 那首先我們先來聊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有白羊座、獅子座跟射手座 而這樣的朋友基本上他們是充滿熱情 而且個性比較強烈、剛硬,這是非常有個性 所以他們具有非常所謂的行動力啦 或者是非常樂觀、積極進取 而且充滿了活力 那像這樣的朋友呢 基本上劉榮壽司就很推薦來自南法 龍河產區的葡萄酒 南法這個地方它非常靠近地中海 因此它的氣候條件非常的炎熱 以至於這裡的環境所造出來的葡萄 是非常的濃郁而且厚重 非常充滿熱情的一個葡萄品種 以龍河來講最有名的莫過於 來自教皇星堡 Shadow Neutubar這個產區 那教皇星堡之所以會叫教皇星堡 因為在當時的教宗 他把辦公室從羅馬班蒂岡搬到了龍河這裡來 並且在山上設立了一個下工 也就做到壁俗使用 那這個下工也就被稱為是教皇星堡 教皇星的城堡 而這裡的環境它釀到出來的葡萄酒 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具有強硬剛烈的特性 因為氣候環境導致它的葡萄成熟度非常的好 因此喝起來也非常的濃郁 重點是它可以混釀到13種之多的葡萄 讓你喝起來會覺得非常飽滿 濃郁厚實 那今天流浪式主持就來推薦火象星座朋友 最適合喝的教皇星堡葡萄酒 來自朗格賽爾酒莊的教皇星堡 這是一家非常具有獨特風格的精品酒莊 那教皇星堡的葡萄酒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酒瓶上面都有這樣一個logo 那這個logo其實它是教宗的帽子 也就是屬於教皇星堡所有的葡萄酒 都有這樣的logo 非常有趣 那基本上這一款它是百分之百手工採收 而且進橡木桶18到24個月之久 基本上這一款酒它可以成年15年以上 在國際的得分上有非常非常高的成就 那我們今天就來喝看看吧 哇 就如葡萄酒師所說的火象星座朋友一樣 非常的濃郁奔放 而且充滿個性 具有辛香料啊 莓果 薑果 甚至一些烘烤的氣味 我們喝一口看看吧 濃郁奔放的個性 強烈的風格 你可以感受到 這一款酒它所帶給你滿滿的熱情 而且衝勁始祖 是不是覺得跟火象星座朋友很像呢 一定要這樣子喝嗎 因為基本上透過漱口的動作 可以讓酒在你嘴巴進行打轉 並且跟空氣做一個接觸 那你在喝的時候呢 味道會在嘴巴更加的綻放出來 而且我們的舌頭的味蕾啊 基本上它並不是單純分布在一個點 是整個口腔 所以你透過這樣的漱口的動作呢 也可以讓你的舌頭更加的感受到 這款酒它的酸甜苦澀咸 喝起來會比我們直接這樣喝進去的感覺呢 來得更加的強烈 那這也是一般流氧手是在做專業品酒 所常會做的一個動作 所以不要以為這樣是美檸檬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介紹水象星座的朋友 到底適合什麼樣的飽好酒吧 那水象星座呢 基本上它是有巨蝦、天蝦跟雙魚座 它們是一個比較細膩 而且細心比較敏感 甚至會帶有一些情緒化的一個星座 那就如同水象一樣 它是比較容易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而改變心情 那這樣的人呢 基本上呢 他對很多事物呢 也會比較多愁善感 像這樣的朋友呢 劉洋老師就很推薦 黑皮諾這樣的葡萄 所釀製的葡萄酒 那黑皮諾這樣的葡萄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非常細緻優雅 甚至很容易受到環境、氣候、土壤、甚至太陽的日照 而改變風味的葡萄品種 那以皮諾諾來講 全世界種植最好的皮諾諾 就來自於法國 Burgen Dieu的夜秋 Continue這個產區 那這個產區 基本上呢 是全世界最頂級最昂貴的葡萄產區 都集中在這 幾乎最貴的葡萄酒 也都來自於此 那這裡所釀出來的皮諾諾呢 非常的細緻優雅 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因素 而改變心情 今天我們推薦的這一款呢 是來自賀莫斯內酒莊所釀製的Continue紅酒 我們來喝喝看吧 優雅細緻的花香 具有森林 棺木蟲 莓果 非常的迷人 鮮細的有如一位女子一般 優優柔柔 淡淡雅雅 鮮活的莓果 輕盈的酸度 柔和的丹寧 像這樣的一款酒啊 它會因為醒酒的時間 而產生出不一樣的風味 就像水香星座的朋友一樣 多變化 會隨著時間給予不同的感受 好啦 今天推薦兩款 火香星座跟水香星座的朋友 所推薦的葡萄酒 那你喜歡哪一款呢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是不是也悅悅悅悅悅呢 那下一集呢 劉昂壽司會分享 土香星座跟風香星座的朋友 到底適合喝什麼樣的葡萄酒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給劉昂壽司知道 那如果你喜歡劉昂壽司 所分享的葡萄酒知事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是劉昂壽司 我們下次再喝兩杯吧 Peter啊你是什麼星座啊 剛有在裡面嗎 沒有耶 是喔 那你是什麼星座 下次跟你講 唉唷 所以不是土香就風香 欸 誰知道呢